他说 大同学来对人啊 你要去怕 愿意平安 你要刚详 要刚详 当下我说话 我便觉得有力量 说 我主请说 你使我有力量 他祷告之后 虽然21天 刚开始他乱弱无力 但是后来他得罪了加厉 天使来安慰他 这也是神所拆来的使者 所愿意平安 你要刚详 要刚详 这一说话 他就得罪了力量 说我主请说 因你使我有了力量 他就说 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 这来见他 是要叫他得罪安慰和力量 表示天上还继续征战 现在我还要回去 与波斯的魔军征战 我出去后 牙腕的魔军必来 这里就讲到 将来牙腕就是希腊 希腊魔军还要再来 表示另外还有一个折磨 圣灵的证据还会再来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第二大典 我们来读一下 因着物质事件背后的属灵事件正进行着征战 所以需要有属灵的征战战斗 离开尽神的国 因着物质事件背后的属灵事件正进行着征战 弟兄姊妹 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 这里就给我们看到 为什么赵魏宗 我们看到的是赵魏宗的弟兄姊妹 看到的是圣徒有时候讲消极的话 我们看到是物质的东西 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物质事件背后有树灵的事件 他在那里正在征战 这如果有这样的看见 我们就需要祷告 要祷告需要有意向 如果没有意向 我们的祷告大概都是为着人的需要多 我们也需要弟兄姊妹生病 我们当然要祷告 这一祷告是要让他得受安慰 更多的是这周我们的祷告 就如同我们这周 曾经圣人所说要叫他得受生命 因为有人得受好像是必死的病 但是我们祷告就是让生命能恩赐给人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但是祷告当中要看到 祷告是一种树灵的征战 这征战就是要把神的国带进来 第一终点 你的言语以谋垂听 我是以你的言语而来 但不是我的默契来祝福的喜悦 让人大居中的灵味 以加勒来帮助我 阿妹 底下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如果要认识神的经纬 就需要看见物质事物背后的属灵事物 物质事件背后的属灵事件 要认识神的经纬 要认识神的经纬 神今天他正要来建造他的造会 你就要看到背后还有属灵的世界 撒旦是在那一直邪恶的运行 那我们要看到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属灵的争斗 这不是我们眼睛所以可以看得到的 但里里告诉我们说 当他在祷告的时候 这一幅景象打开了 弟兄姊妹 我们在地上 如果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们要做有价值的事 就需要在这时候一面争战 一面让我们预备自己 这争斗 属灵的争斗 乃是怕不见属灵的争战 保罗说 当他在讲话的时候 他开口说 他说 有八表赐给我 好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 照我所当讲的放胆讲说 保罗在地上 他是一直在传扬福音 而且不仅传扬福音 也把这福音的奥秘 神在这时候的经论向我们开启 但是在讲的时候 他就要求 请求 以福祖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 这个祷告要使他们放胆 能够刚讲 能够放胆说话 因为我们不是与那属血肉的人摔跤 乃是与那空中执政掌权的 管辖这黑暗世界的 以及诸天借与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地上看得到的是物质的 但是保罗在镜子的时候 有那看不见的属灵世界在那里 所以我们需要祷告 这祷告不是个人的事 这乃是造会全体的事 为造会 我们需要造会祷告的指示 弟兄姊妹 在小孩里面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彼此带祷 但是为了主在地上的权益 我们终于的祷告聚会 我们应该要分别出来 虽然我们家里 我们有很多的需要 但是主告诉 你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意 相信弟兄姊妹 很多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很百上 但是有时候慢慢 这个年纪大了 有了孩子了 考虑得多 但是在这时候 这都是树林的征战 有时候要出来要祷告 一想到天气太冷 又想一想 今天又不知道要祷告什么 算了不要去 这个都是撒旦在人的里面做工 跟我们里面的肉体合作 我们肉体跟撒旦合作 这都需要征战 叫我们分别出来 在空中一直有邪恶的天使 跟善良的天使在那里征战 这是当然以礼书给我们看见的景象 还有呢 在以赛亚书也给我们看到 撒旦有他的国度 撒旦的国度 当时候是 你不讲尼撒王 这个人骄傲 还有西结书那里讲到推罗瓦 推罗 那个国家是做贸易的 撒旦跟他 跟地上的裂果是合一的 不仅撒旦邪恶的天使在上 地上的裂果也跟着背叛 所以这个就是神要进来审判 如果我们这样看到 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说 宇宙中有个真实的光景 弟兄姊妹 你看到宇宙中 有没有这个真实的光景呢 这是神与他的仇敌之间的争战 在属灵的争战中 我们不是对付 显在表面的事物 乃是对付这些事物背后的黑暗权势 这就是我们要争战的原因 主他升天他已经得过了 主还要再来 还要再来不是时间到了他才来 他自动就来 在这里造位有一个责任 造位的托步就要把神的国带进来 所以你说我没有这样 没有造位在地上 无从选择 我们生下来就是要为着这一场争战 所以我信主的时候没想到 我只希望过平安就好了 没有 那是你的感觉 现在我感觉是感谢主 把我们带到这一场争战当中 我们竟然能够跟神站在一起 从前我们求平安 现在我们跟神站在一起 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说 我们为什么要争战 第一 什么叫做祷告 祷告真实的意义 就是跟神同共 这里说 主告诉我们 当你祷告的时候 要说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职力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国来临 表示主已经得着国度在天上 但是如果我们不让他的国来临 他的国就不会来临 照会必须率先同意 让他的国来临 所以我们要为神的国来临 祷告真实 我们的祷告 就是为着神的国争战 主在地上 祷告到天上 在天上他继续祷告 照会就是继续主这样的执事 我们在地上也祷告 为了要把神的国带进来 那要把神的国带进来 目的就要使这地上 世上的国成了国主 和他基督的国 还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 弟兄姊妹 我们祷告的目的 就是要把神的国带进来 虽然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的传福音也是要把国带进来 我们要小孩 我们要关心弟兄姊妹 这个都是要把神的国带进来 哇 说到这里 我就很有感觉了 弟兄姊妹 我们在地上 应该要把神的国带进来 神的国带进来 他告诉我说 我们主人之上的父啊 愿你的名 被尊回胜 对 我们盼望主的名 父的名在地上被尊回胜 然后愿意主的国来临 这都是照会在地上 跟神的配合 如果我们不同意 他就不会来 如现在 他好像全地 他说 主啊 你的名要在全地和其美 不要在地上 一寸一寸的 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 得着土地 在那个地方 让他的名被告知 弟兄姊妹 高雄市很大 新盛的弟兄姊妹也很多 感谢主 这实在是主的祝福 看到新盛的弟兄姊妹 越加越多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弟兄姊妹 有没有看到 在国外区跟宠外区之间 胡杀里 那里也很大 人也很多 但是那里 缺少了主的见证 缺少我们在那里聚会 有姊妹非常乐意 他说他有房子 愿意给赵慧使用 但是我们度量很小 我们希望我们这里人 越聚越多 最好不要问出去 我们这里就泪伤很大 但是如果你有这种看见 说主啊 你要扩展出去 高雄这个地方非常大 我们应该在很多的地方 我们都应该有聚会 让人认识神的民 前天跟那五弟兄出去 走一走 我就发现我的度量 再被扩大了 不然我想一想 我现在在鸟松 鸟松啊 感谢主 开展山上那里 山上是很好 风景很好 空气很好 但人很少 高雄很多地方 人很多耶 铁路以北 那个地方 人很多耶 那房子 盖了都是大楼 一个林等于 等于 鸟松 下鸟松去的人口 四万多人 那我们呢 都不希望开展 我的小牌 越多越好 最好不要翻牌 最好不要奔去 我们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限制了主在地上的行动 我们打算说 主啊 因为你的国来 还是很客观 我们应该说 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哦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我们应该有一种开拓的脸 圣徒们乐意把他们家打开 乐意把地上的财物给造会使用 我们就应该跟主配合 不要说 哎 那房先出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再收回去 这种都是消极的想法 我们应该 在我们里面 撒旦 他说 这里你要看到征战 有一个是神的名 有撒旦的国 跟神的国在这里征战 在这里有三个意志 有神圣的意志要执行 有一个撒旦反对的意志 在那里一直做工 弟兄姊妹 你的意志在哪里 阿们 若是我们乐意争战 我们就要跟神站在一起 阿们 我们应该要 主啊 求祢来得着我 阿们 虽然我常常软弱 来感谢主 但祢的书给我们看 我们有同伴 阿们 我们有造会 阿们 现在主的回顾 真的是真理丰富 我们也很刚强 然后中壮的弟兄姊妹 也非常的多 都乐意为主摆上 我们年轻人也很多 这实在是很多基督教团体没有像我们这样的 跟我们走过去那边 我在啊 奇经啊 在古上看到都是庙 但是如果你到了 布国路那一带 到了现在所谓博爱区 崇爱区 到明城区那里去看看 那你看不到什么庙 那看得到很多什么 小教会团体 那看不到 有 我们也有 但我们啊 看不到我们乐意再来分出去 感谢主 那博爱区说 他们在真区 亲子本来都觉得很软弱 有的时候聚会的踢踢踏踏踏踏 竟然今天就争了一个区 我就问了张胡村弟兄说 那你们踢踢踏踏踏 为什么还能证据 感谢主啊 主的祝福啊 哎 弟兄姊妹 你们要不要主的祝福呢 哎 我们在地上 不是只为自己 那我去走一走 走到荣走岸 远快远调 八卦了 那我看到那里有很多 哎 弟兄姊妹 很多地方 我们应该不要说 主啊 我说我限制你的行动 我们应该说 主我们也在地上 跟你配合 哎 当我们再来祷告的时候 为赵慧 不要 是为我们小孩 要得两个人打话 我们还要说 主啊 在这里 我们还能再争取 我们还要再争牌 哎 让主能扩展出去 哎 好 这个结果 当我们祷告的结果 第四点 我们一起来看 国度 全民和天下 诸国的尊荡 必是给赐到神的圣灵 祂的国是永远的国 一切掌权的都必适从祂 祿从祂 感谢主 今天 我们祷告 我们乐意 我们愿让神的果来临 将来 我们会得着一个荣耀的结果 所以国度 全民和天下 诸国的尊大 都被赐 都被赐给至高者的圣名 我们祷告是 主啊 为祢的国来临 将来主说 我要让祢承受所有的果度 我们祷告是 主啊 祢的民在全地和其美 那时候 祂在天下诸国 借着我们 祂的民就被彰显出来了 哈利路亚 这实在是主给赵位 莫大的托付跟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祷告 我们需要扩展出去 当你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在身体里 所以 这一点信息 弟兄们告诉我们说 我们祷告 第一 我们祷告要有什么 我愿意顺服 我愿意完全地顺服神 我愿意顺服 弟兄们在赵位中的待遇 第二 我们要站在基督得胜的事实上 知道基督已经得胜了 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 今天我们是跟他一同的合作 还有我们需要站在属天的地位上 这站在属天的地位 是主已经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只要站住就可以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弟兄姊妹切记 我们不是打个人属天的仗 不要说我们这些小孩都很软弱 我最刚强我出来 不要 我们需要在身体里面 我们在身体里面一同争战 但里里有三个同伴 但里里是有美好的脸 圣经里面讲那三个同伴 他们有刚强的脸 刚强的脸也表示他们很冲 他们说话的时候会让国王气呼呼的 我们的小孩里面感谢主 有弟兄有美好的脸 有些人是好像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要调和在一起 调和在身体里面 我们要穿上全部的军装 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 我们是在造会中 在小孩里面和我们的同伴一同争战 穿戴神所给我们各种的属灵军装 穿上信和爱为胸脚为肚 这都是主为我们所成就 他已经得胜了 我们只要取用他的保险 宣告他得胜的话 不要相信我们的感觉 有时候在家里感觉特别多 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 只要你一走出来 和弟兄姊妹聚在一起 你就得着了家里了呢 所以我们需要在同伴当中 我们要个同伴一同争战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不要在魂里面 我们果认及 我们要看见物质背后的树灵世界 我们要宣告 我们要取用基督那得胜的薄血 宣告他得胜的话 而且见证他已经胜过了那二则 当我们越这样宣告越见证 主那个苏灵的真战 就带到我们的中间来 我相信神的国就要败坏 他撒旦的国度 弟兄姊妹这些操练 要说出我们不要爱惜自己的本身面 在召会中有时候会受伤难免 但是越可怜自己就越可怜 所以昨天信吉告诉我 一个有殉道的灵的人是最喜乐的人 越牺牲自己的是越喜乐的 因为关在里面 就会觉得没有人同情或可怜我 不要这样 我们有殉道的灵 越殉道 哈利路亚 一同样的灵就在我们的身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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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